大家好,我是素素 我现在在东京的新宿 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地方吧 毕竟大名鼎鼎的风俗街 歌舞伎厅就在这里 不过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感觉连新宿这样的地方都没什么人了 游客进不来嘛 来,你们看看 以前我感觉这街上都走不动道 现在真的是都没几个人了 我去北海道之前啊 一直都在新宿这一块兼职打工 以前每一次过这个马路的时候 都感觉像千军万马一样 但是现在都没什么人 感觉好不习惯呢 我以前经常来这个药妆店买东西 每一次结账的时候 排队都要绕好几个圈 那个时候游客特别多 每次都是好几框好几框的买 但是现在你们看 感觉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真的是空旷的不行 感觉楼上也没什么人 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日本人跟我说 今年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 才感觉到外国游客对日本的重要性 尤其是咱们中国来的游客 每一次过来都一大框一大框的买 之前他们还觉得说 哎呀怎么那么烦啊买那么多 但现在才知道没有中国游客过来买买买 日本这边好多的店都倒闭了 哎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紧过去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大家再见